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是一般快 特快 就在昨天 扛着一切责任在美方不换肩的中共厉害党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对外公布 2590名美籍抗日航空英烈 也就是美国空军援华飞行队壮烈牺牲队员的名录 等会 2590名 飞虎队牺牲这么多人 所以引发轰动性加蒙圈性热议了 热议都这么拧巴 不拧巴不行啊 网友全找着方向了 到处打听 还用不用骂美国了 往这看 首次对外公布 2590名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 1941年 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又称飞虎队 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援华作战期间 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 200多名飞虎队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 本次展览聚焦美国援华航空队组建 中美军民并肩作战及救助美国飞行员 以及中美人民数十年交流交往等重要历史事件 展示了飞虎队的卓越功勋 以及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铸造的珍贵友谊 党的喉舌突然公开胜赞美国援华飞虎队 这情况有点异常啊 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 至于为什么出现异常 还得请梦圈糊涂 烧脑短路的粉红网友 您自个儿猜 晕了这个 节奏忒快 转弯太急 粉红群众都彻底跟不上了 全喊跟不上啊 什么 几个意思 看不懂了 我到底还骂不骂美国 在线等 挺急的 后边还跟着一个表示有军的狗头 错 我这一听就不是真着急 有真着急的 一通给遭殃电视台打热线 喂 你们CCTV6是不是该播《黄河绝恋》了 底下立马有人就回 昨儿晚上央视六套放电影 您没看 大裤衩举起威子手 就是这么遥遥领先 网友都从百思不得其姐姐 快进到突然恍然大明白了 哟 以后再爱国 得好好学古艾灵了 中美穿梭 随时变形 中美变形计 也是 厉害国变忒快 不跟紧 真不知道该爱哪个国呀 这有辙 两边都爱双卡双待 丝滑切换双赢 赢马 他这好 不管出什么情况 都当不了赢马 就是秦始皇累点 老得摸电门 行了 赶紧请万能茶友来民调一下 说说 您如何看待中共突然高调纪念美国 援华空军飞虎对烈士的行为 上背学难 一 没原因 偶尔神经命发作 这呀 二 一会打一会拉 玩的是两手抓的小伎俩 三 突然示好是被打疼了 曲线认怂 四 以上皆是 还有其他可能 赶紧在留言区 敲数字 您敲述 我敲锣 中美开干翻车案 发 车 大家好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海外独间对口时政 现场频道老北京茶馆 又跟您见面了 继续盘点党国盛事 笑掉门牙的新闻段 还得服好门牙 各位 话说中共突然大秀中美友谊 让人不禁心生疑斗 一切责任在美方要换肩了 事出反常 必有妖 真有 是吧 重案第一锤 纽约州州长霍楚 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被捕了 涉嫌给中共做间谍 震惊美国政坛和华人商界的突发重磅 今天 9月4号 纽约州州长霍楚 发严正声明 提请把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驱逐出境 啊 中共纽约总买办被驱逐出境 yes at ice 真的 霍楚声明说了 对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的驱逐行动 是在前助理孙文被指控充当中共代理人之后 我们实施的 我的妈 我说这反美成性的共匪 怎么突然大赞飞虎队 袖诸美友谊 合着跑人家家里偷鸡摸狗 被逮着手腕子 所以 取先认怂了 明白 您甭说呀 确实这认怂起作用 是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已经在简报会上紧急打圆场了 诶 那个楚货呀 他跟副国务卿坎贝尔 俩人沟通这事了 沟通了 我们建议这样说比较得体 怎么说呀 那总领事不是被驱逐 可能也许大个骑是任期已满 正常轮换 卷铺给卷 打道回府快走不送 什么都甭说了 估计是那老战狼王毅呀 损人来的 求人美国人 低头不见 抬头见一天到晚 把我们总领事驱逐了 往下咱中美怎么出啊这事儿 哦 动之以情来的 是 要说也是该找党翻车 紧赶慢赶 赶个正着 得 中共跟美方好容易沟通完 说要把这丢人现眼的事儿降低到最小程度 结果 怎么了 人黄平蹦起来了 人在呢 我没卸任 不是 穿棒了 你这都什么鬼故事的 美国东部时间9月4号下午3点 中共大外宣世界新闻网发布消息 总领事离任问号 纽约中领馆回应了 讲了如下鬼故事 前方高能有鬼出没 消息详细梳理案发过程 赶紧说说 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非法担任中国代理人之后 传出美方驱逐中方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的消息 承认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4号说明没有驱逐 黄平的离职是正常轮换 预期会有很快的新总领事接班 您这鬼故事也没什么异常啊 后边就来了呀 听下边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对此表示 总领事黄平仍然照常屡职 我们希望媒体不要炒作虚假信息 等会啊 媒体不要炒作虚假信息 刚那话不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的吗 甭管是谁说的 都不要炒作虚假信息 我这黄平的发言人死过认准虚假信息了 你看 知情人全对眼光了 怎么说呀 明白 就是上边跟美国紧急沟通的结果 老拜高抬贵手 土共顺坡下驴想一走了之 结果黄平心理不平衡 直接翻了 破罐破摔 家丑外扬 我还没过完 总领事干饮呢 你们让我走就走啊 拒绝 得外交变内讧彻底热辣滚烫了 世界日报这雷人消息一放出来 大纽约地区华人网友层一下 把自由亚洲三月份的报道拽出来 什么呀 发现黄平这哥们是个南板坐地炮 这怎么说呀 按福建邦说法 他跟纽约诈骗团伙有连连 据说贪腐罪证足以让他后半生上监狱里安享晚年 这未来有点不可预测 这都谁说的 粉红爱国侨领福建同乡会说的 福建同乡会 那同乡会不是党大外宣吗 您这几个意思内讧到这种程度了 对了 三月份纽约美国福建同乡会出现惊人一幕 一向自称爱国侨领的同乡会名誉主席 叫陈学端 这人突然在法拉盛酒店聚会里边冲上台了 大骂纽约总领是黄平 说他是个傀儡 说他是同乡会捐款的贪污者 把钱全归他自己了 有机会要把他送监狱去 福建侨民还抵着窃窃私语 整个唐人街全反了 您说晕不晕 看来党外围组织内讧严重了 这回更热闹 直接跟着美国公务院家门口开干了 要怎么说 彻底破房了 行了 大戏刚刚开始 咱接着往下看吧 据希望之声弯曲台推特号的报道 这个案子突然加速了中美紧张局势 尤其在南海台湾问题上 矛盾升级了 霍楚人说了 孙文的行为背叛了两届政府 调查正在继续 不是老孙文孙文 孙文到底是什么人物 不是孙中山 他是暗中暗中的孙文 话说黄平被驱逐前一天 9月3号 纽约长岛一座豪宅里面 本案 另外两位主人公 孙文和她丈夫胡骁 见证了安乐窝被人端了的惊人一幕 孙文来了 这俩人被FBI警察请过来 押上警车 根据起诉书 孙被指控充当中共代理人 并向美国政府隐瞒了这些刑警 明白了 中共卧底混进美国政坛的燕子 燕子 根据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的说法 孙文表面上是纽约州州长的父母老长 为纽约人民服务 实际上 她和她丈夫两人联手 一直在为中共和中共政府服务 总书记表示 就是我说那种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两面一解 孙文表示 做两面人固然风险高 那回报也不是一般丰厚 这怎么说 但是也不算太多 我们两口子赚了好几个百万富翁了 谢谢 这还挺自豪 您听 所有让孙文夫妇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现在全被拉清单了 列入了起诉书 包括把收益洗白的间接赃物 大笔的生意 大笔的现金 纽约长岛富人区 价值410万美金的豪宅 夏威夷潭香山 价值210万美金的公寓 够多的房子 包括2024年版的法拉利在内 各种豪车 错过 这土工艳的充当卧底的收益够多的呀 帮中共干多少坏事 捞这么多钱呀 那干的可是太多了 有点庆竹难输 庆竹 这都啥玩意是庆竹 起诉书明确罗列出 孙文接受并完成了很多中共交给他的任务 没多 比如说 阻止台湾政府代表接触纽约州的高级官员 阻止纽约州的州长向新当选的台湾总统发贺电 确保时任州长的库默 只公开赞扬中共疫情期间往美国运送医疗设备 对台湾支援的口罩 只字不能提 等等 懒大听 这什么下三烂的事儿 此外 孙文 业绩还有这些 密谋欺骗美国 电信诈骗 洗钱 做虚假陈述 移民欺诈等等 干啥您这么说 美国检察官写了64页起诉书 足以证明这简门是中共的一名忠实代言人 真够拳和的 铁杆共谍 咱可算开了眼了 这么大一支说书 行 按哥俩朋友自媒体人秦鹏的说法 除了生意 美金 豪宅 豪车 还有什么 孙文还收到了中国国宴的宴请 国宴 前往复宴去了 而且 后边这不太好 还有未来几十年行期等一听 您听听 跟美国政界工作15年 换来衣 老李坐穿 惊喜来的不是一般突然 这三只硕鼠挖出 中共站着晶晶 开始吓得要命了 中共吓得要命 是不是怕拔猪萝卜带出泥吧 古光带出泥 能把整个卧底网 侧应中共的操作模式给先锅盖 美国检察官指控了 孙文试图利用她的影响力 秘密推动中共的议程 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女的够狠的呀 甩开膀子给中共当马前卓这是 一步一步走上不归路了 要怎么说呢 这位漂亮的共谍 希望 希望她能好好回顾一下自己一生 现在有时间了 在中国出生 5岁随父母跨洋追寻美国梦 5岁 之后成功拿到政治学学士的学位 哥伦比亚大学数二学位 成功基础打得倒挺慈善 孙文从州议会开始布置政坛 先后在国会众议员孟昭文的账下 担任幕僚长 前州长库默任内 当州经济发展厅外事办主任 还有州多元办的副主任 都多的 21年9月成为州长霍储的父幕僚长 是纽约州当时行政级别最高的压抑 多好一政治新星啊 孙文丈夫叫胡骁 在法拉盛开着酒类商店 海鲜公司 还创立了一家美国医疗用品的公司 被抓之前是美国纽约华人总商会的常务理事 华人总商会 土共大外宣 秦鹏就说 大纪元的媒体朋友跟他说过 他们经常看到孙文 但是孙文对大纪元态度跟中共一模一样 态度特别蛮横 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 知道大纪元反共呗 秦鹏详细看了64月起诉书 说了 我感觉特别惊讶 什么事儿 从这孙文和中共侨领之间的沟通内容 信息人都给留下证据了 说说 这一看 特别像一中共下级官员 想上级汇报工作 完全不像一名独立的美国官员 您听听 而且还有 孙文上下其手 股东纽约州长库默 向中国采购1.7万台呼吸机 花了4个亿美金 被纽约人大呼糊涂到家这人 花这么多钱买中共的劣势产品来坑美国人 您说真够无语的 土共小黑手深哪哪遭殃 9月3日早上 孙文夫妇被正式逮捕 下午 两口在纽约布鲁克林法院出庭 终于出庭 面对记者询问 这两个人一言不发扭头就走了 之后交付150万美金获得保释 也不知道他们这回 下回 25号出庭 这之前 还敢不敢跟土共上线联系 还联系个毛线 但凡验子卧底被揪出来 共匪从来都是一推625 这是谁啊 我们不认识啊 恭喜您答对了 孙文案发之后 中共驻美大使馆断然否决这燕子的指控 发言人刘鹏宇说了 中方从来都是要求海外公民 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说得好 我们坚决反对 对我们无端诽谤和抹黑 就是抹黑 孙文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明白 他能滚多远滚多远 燕子孙文表示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不死心 说到这儿 哥俩想表达一点感慨 我就不相信孙文从一开始就想到美国当卧底 为中共服务不可能 我严重怀疑 这土共是在有意识寻找目标时发现他的 培养卧底现人 把他拉下了水 要怎么说共匪是全世界坑爹家坑娃呢 把一家子都坑了 要说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来到美国实现美国梦 真有机会的千万得珍惜这个机会 拒绝中共的威胁利诱 做一个堂堂正正自由世界的公民 说得太对了 其实咱这茶友里边就有这种真正的拒绝中共 珍惜机会 跟自由的美国做堂堂正正自由公民的人 人 一位年轻茶友也是哥俩的朋友 这半年一直书信往来跟我们互相问候 茶友第一封邮件说 二位我通过体检了 我这个月月底去美国空军BMT新兵训练 我这两个空军的杯子想寄给二位做纪念 是 三月以后 茶友又说 因为在君人滴滴 几个月没看二位节目了 我BMT新兵训练毕业了 公民纸拿到了 我也付出了很多艰辛 我天生扁平足 没有天赋 声声靠着努力才获得的成绩 跑出脚 跑出血很多次 鞋子跑出洞好几双 31了 跑步跑到了前五名 算是那些18岁的国防生 我这成绩也不算差的 嗯 我曾经和金上 习近平 我们俩一样都是260斤体重 我这回减去了100斤 我曾经做俯卧撑零 零个 现在一口气做100个 因为我不在家 所以没法给二位系杯子 等我回家以后的 合影里面 您看到这俩人 是美国前海豹部队的队员 我体能训练 跑步 我赢了他俩 中国人厉害 我这要在割中共国 我估计成被打击报复对象的 这太棒了 真为这茶友感到高兴 的确高兴 这位茶友是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的拥躬 忠实粉丝 给自己的网名起的就是飞虎 听听 说来也是很神奇 美国空军志愿者 飞虎队 为了中国人自由 不惜付出生命 到中国支援抗战 几十年后的今天 一位名叫飞虎的中国人 中国年轻人 加入美国空军 为美国的自由灯塔贡献一份信力 真是太棒了 所以说茶友们动作您的小手指头 给咱这位叫飞虎的哥们点个赞 中国的年轻人就是有这样 有良知 有道义 有志气 有勇气的人 这是华人对美国的正向贡献 让我们共同向他表示祝贺 行了 接着擦亮眼睛 看清善恶 往这看 前两天给茶友们介绍过 Questwise舒缓冷敷眼帖 有不少茶友购买以后用了几天 反馈特别棒 没错 见好率是相当高的 有茶友说这个眼贴特别有效 本来这茶友的眼睛特别容易疲劳 爱酸 贴上去以后觉得好多了 说加油 千万你别断货 还有的说 我眼睛干 有绯闻症 就是一种轻度的眼疾吧 对 用了十天 感觉很不错 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清清凉凉的 我想争取连续用一个月 回头我再来反馈一下使用的效果 等您的反馈效果 的确 用户为什么都说有明显效果呢 因为就这款冷敷贴有四大秘密武器 一 快速舒缓 只需要五分钟告别您的眼睛干涩 其二 即刻提神 上班时候贴提神醒脑 第三 对花粉过敏引发的眼部不适 效果特别显著 第四 能促进眼部血循环 对儿童视力保护尤其有帮助 对儿童视力尤其有帮助 另外 这款眼贴是100%的天然植物萃取物 采用了一个叫透皮吸收的技术 能让营养成分直达您的眼部血位 所以不仅能舒缓您的眼睛 还能调节您的肝部经络和肾部经络 作用特别多 真的 关键 贴起来特别省事儿 您看 就是照片里边我那样 眼睛周围六个穴位一贴完事儿了 就这么简单 我有时候是在工作室里边白天用 如果您晚上睡觉之前用那就更好了 贴上以后 在您睡眠过程中 这眼贴就悉心呵护您的双眼 第二天还您一双清澈轻松的双眸 真心希望您能试这款快色的眼贴 价格真的是不贵 但是您贴过以后 确实实能觉得您一天都过特有精神 真的 点击描述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 即可购买 美国购买满59美元包邮 中国大陆满600美元包邮 点起来 各位 好了 进入茶友互动环节 首先是上期的民调结果 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赖清德总统给中共 题内保全国家领土的建议呢 1. 试金石 一举戳破中共谎言 16票 2. 离间计 让中国之间互相防备 3票 3. 大实化 真相压倒土共骆驼的最沉重稻草 21票 4. 以上揭示 还有很多 224票 占了85% 渣渣全渣了 共同认为赖清德是一箭三雕啊 行 分享茶友妙评 首先是今日好问题 说说 黄金度月升是什么东东 你这种人真懂历史吗 闹笑话跟习差不多 错 我这严正声明啊 说是李政单口闹笑话跟我 与我无关 习活 一问号就考验出来了 我这搭档就是这么仗义 急了 不懂什么叫黑色幽默彩蛋 这等着我呢 30万茶友去旗 来个黑色的松花蛋彩蛋 乐呵乐呵 行了 借您急言 跟茶友们通报一下 这30万订阅的彩蛋特别节目正在准备中 回头专门给大家 亲情奉献一期 周末前后即将见面 回来啊 咱接着互黑 刚才茶友说当狗像的演员李政 跟总书记一块暴露了无知 就是这意思 我愣是把黄金融杜月笙说成黄金杜月笙 还说了两遍 麻烦茶友赶紧找杀子堆 把李政的脑子给扎进去 这事我必须跟茶友们澄清一下 澄清 那什么 他是这么回事 主要吧 全怪我搭档刘卓昨天没来 影棚缺个灯泡 亮度不够 我没看清楚字 说不在这 黑回来了哟 再加上 眼神不大吼 把个暖水瓶给tc的 黄金暖水瓢 开玩笑 确实看走眼了 黄金融杜月笙 说成了黄金杜月笙 表面原因是昨天天安门变一对的那视频 那流言全是滚动录屏的 我盯着一个杜月笙 拉了一个黄金融的融 你说半天表面原因 那实质原因呢 实质原因还问 茶友不说了吗 我这种人不懂历史闹笑话 跟老习差不多 这词也碰的 这严重涉嫌趁机给自个家关进绝 郑国籍 说个单口得一郑国籍 这性价比 还只是行 甭买了 赶紧听 今日公开课 说 清德总统平时的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历史课 并给习指明民族复兴的大方向 地表最牛指挥家表示 抱歉 我是盲人 看不见 盲人 听 今日最破防 说说 俄乌战争之前 俄罗斯屯兵最多地方就是中俄边界 保不齐 就是为了再多吞点中国土地 反正都是自己亲生的 也不会反抗 党国边防要破防 接着听 今日好比喻 一看那些天门面衣黑衣人 感觉完全符合 效果文化李浩石那句话 作风优良能打生长 打听一下 李浩石人在哪 不知道 听今日好问答 问东厂的还是西厂的 答 我看 是垃圾填埋厂的 党 表示 您说对了 用完之后的炮灰确实属于垃圾厂 听今日核定板 大海深崴 估计说是外东北 这可比台湾大多了 土地资源那港港的 收复那性价比比我们高多了呀 三军习总指挥 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是嘞 听今日好道理 历史长河顺应天道 天道规则指引方向 宛如 幼鸟叫天亮 幼鸟不叫天也亮 天亮不是因为幼鸟叫 只是幼鸟喜欢指方向 不是 开倒车那位您注意点吧 这茶友绕口律上说的不错呀 行了感谢一下上期节目单上的茶友 叫 《YQ的危爱地义》 深表谢意 哥俩努力 嘴都瓢了 凝聚正义良知开启国人智慧 让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 如果您愿意跟哥俩一块点亮星光 欢迎捐助打赏分享转发 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 欢迎感谢一个茶友 点击哥俩推电脑 Questwise演贴 题目下方文字栏 这里留言 都要连接 走起您来 茶友优惠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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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